大家好,今天是奇幻观察师,我是童风 都说,双胞胎自打娘胎里就建立了某种默契和连接 出生之后也是形影不离,亲密无间 更有传言说,他们之间有着某种神奇的心灵感应 他们往往是这辈子陪伴彼此最久的人 当然,除了天生的感情和羁绊之外 有些双胞胎在生活中也存在一种竞争和嫉妒关系 如果处理不当,或许还会引发致命的悲剧 而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一对漂亮的双胞胎在命运的安排下 飘扬过海,踏上了美国的土地 这片陌生的地方,见证了姐妹俩的快乐、悲伤和成长 可在欢乐的氛围下,彼此间的矛盾也在不断加持 最终演变成了拔刀相向,一绝生死的境地 那么,在这对姐妹身上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就让我们先穿越回1996年 带大家重新梳理一下案件的细节 阿尔湾,这是一个位于美国加州陈县的一个小城市 因为靠近洛杉矶,地理位置优越 很多有钱人都会选择再次定居 这里还有一大特色就是 超过45%的人都是亚裔 其中华裔和韩裔最多 有许多亚洲超市、餐馆以及亚洲文化中心和社团 反映了丰富多彩的亚洲文化和社交生活 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1996年11月6日下午3点20分左右 位于尔湾的一栋公寓楼前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突然响起 海伦不耐烦地开门 门口是两个正在推销杂志的陌生男子 海伦礼貌地表示 不需要 说完就准备随手关门 没想到其中一名男子直接掏出一把枪 另一名男子则把海伦推倒在地 并将其双手绑了起来 被枪指着头的海伦哪见过这挣扎 吓得赶紧求挡 求求你们 请不要伤害我 想要什么东西就直接拿走吧 此时 浴室内刚洗完澡的室友桑尼听到了动静 谨慎的他第一时间锁好门 然后小声地拨打了911 可还没说两句 持枪男子就闯进浴室 打掉他手中的电话 用枪指着他 海伦和桑尼都被绑住双手 嘴巴也被交代封住 并排坐在浴缸中 两位男子以为这下妥了 接下来就开始分工行动 一个在房间里翻箱倒柜寻找财物 另一个则走向停在门口的车 车里一名年轻女子正在焦急地等待着 突然一辆警车直接开到了门口 原来是之前桑尼报警成功了 刚好在附近就有执行任务的警察 所以几分钟就赶了过来 屋内男子见警察来了 顿时慌了神 赶紧跑进浴室 将海伦和桑尼手上的绳子给解了 撕掉嘴上的胶带 近乎哀求地说道 求你们去告诉警察 我们只是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而已 警察在进门之前 看到门口车上坐着一男一女 就习惯性地问道 你们是谁 为何在此 车内女子表示 我就住在这 下午和室友吵了一下 跑出来在车里透透气 与此同时 另一名警察破门而入 顺利控制住屋内的年轻男子 并成功解救出桑尼和海伦 两个人被吓得不轻 头发凌乱 脸上还残留着胶带 这时 门口车上的女子激动地跑了过来 并大声询问 姐姐怎么样了 没受伤吧 警察还以为是车上女子抱得紧 就安慰道 不要激动 先回车上耐心等着 待安抚好惊魂未定的桑尼和海伦 再去找他问话 没想到 真正的凶手 就这样在警方眼皮子底下逃了 海伦告诉警方 嫌犯有两个人 可在屋内只抓住了一个人呢 另一个人在哪呢 很明显 公寓外车上的男子 有重大嫌疑 可当警方去寻找时 车子早已不见踪影 那对年轻男女 也随之消失了 房子里的胶带 浴室的尼龙绳 桑尼卧室 洗衣篮里的手枪 都说明犯罪事实的存在 更重要的是 在门口的杂志上发现了一些指纹 经鉴定 正属于被抓住的男子 17岁的阿琪·布莱恩特 很可惜 还有一个嫌犯没抓住 不过 仅一个小时之后 线索就主动送上门了 有人用桑尼的身份文件 从他的银行账户上 取走了5000美金 几个小时后 又有人以桑尼的证件 申请贷款购买汽车 而这个贷款申请 还正在走流程 警方连夜赶往 这家汽车经销商门店 并于晚上10点半 成功逮捕了一对年轻男女 正是他们 利用桑尼的身份文件 取款又买车的 男的名叫约翰·萨亚拉特 只有15岁还未成年 女的叫吉恩 令警方难以置信的是 这个吉恩长得 跟失坏者桑尼 几乎是一模一样 难怪他可以冒充桑尼的身份 进行取钱和买车 是的 嫌疑人吉恩和失坏者桑尼 是一对双胞胎姐妹 警方还在吉恩和约翰租的车里 发现了一枚弹头和弹壳 经过鉴定 和在桑尼公寓里找到的那把枪 完全匹配 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 以及口供 警方认为 这是一起针对桑尼的阴谋 凶手不是两个人 而是三个人 也就是被抓的吉恩 约翰和阿琪 他们分工明确 有人持枪进房间行凶 有人在门口望风 如果不是桑尼果断报警 又刚好有警察在附近 结局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么问题来了 作为双胞胎妹妹的吉恩 为何要对姐姐痛下杀手呢 桑尼和吉恩于1974年4月30日 出生在韩国仁川 妹妹吉恩只比姐姐晚出生5分钟 像大多数同卵双胞胎一样 两个人长得几乎一样 就连亲生父母有时候都难以辨认 姐妹俩不仅长得可爱 而且从小就形影不离 相互依赖 关系极好 甚至还有某种神奇的心灵感应 可姐妹俩的日子过得并不好 因为他们的父母是三天一大吵 两天一小吵 最后更是以离婚收场 两姐妹也就被迫分开了 一个跟着父亲 一个跟着母亲 好在三年之后 母亲获得了两姐妹的监护权 两姐妹又团聚了 不过母亲金富俊却发起了臭 说起来 她也曾有过糟糕的童年 当年她父亲与情人私奔 抛弃了她母亲 她自己就一直生活在 破碎的家庭深受其害 所以她不想自己的女儿 重蹈自己的父者 她决心要改变这个局面 刚好在那个时期 有很多韩国人移民美国 来追求美国梦 所以她决定去美国 1986年 金富俊带着12岁的吉恩和桑尼 来到了美国加州 准备给两姐妹一个美好的童年 可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为了生存 她在酒吧找了一个服务生的工作 收入微博 远远满足不了她赚大钱 过上等人生活的美梦 为了有所改变 金富俊开始频繁进出赌场 试图靠此来发大财 可古往今来 无数人的清晨经历 告诉我们一个真理 十赌九书 所以金富俊非但没有发财 反而背上了一阵债务 更令人惋惜的是 她还染上了违禁品 沉迷于赌喝毒的金富俊 早已忘了来美国的初心 她把吉恩和桑尼 安置进了集体之家 很少过问 失去父母关爱的吉恩和桑尼 只能相依为命 他们俩的关系更加紧密了 虽然桑尼只比吉恩早出生五分钟 但妹妹却将其视为母亲 吉恩曾说过 桑尼就是我的一切 1990年 无人照顾的吉恩和桑尼 被送往加州坎坡的叔叔那里 有了叔叔和婶生的照顾 姐妹俩总算过上了正常生活 一起上学 一起去游乐场 一起玩游戏等等 由于彼此长得实在太小 为了让他人容易区分 桑尼留的是长发 而吉恩则会特意把头发留短一点 虽然从小两个人就关系亲密 但是到了高中 事情却迎来了转变 他们之间经常发生矛盾 有时甚至会动起手 而导致矛盾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姐姐有的 妹妹都想要 她不想做姐姐的影子 平凡的争吵 让两人从亲密无间 变成了竞争关系 高中毕业之后 姐妹俩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这也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彻底分开 桑尼以优异的成绩 考驻了拉文大学 并取得了全额奖学金 而吉恩成绩偏差一点 他为了不输给姐姐 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参军入伍 到此为止 虽然两人的选择不同 但只要够努力 前途都是非常不错的 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接下来事情的发展 让这对姐妹的人生 都迎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折 妹妹吉恩在空军基地 训练一个多月之后 觉得太苦 自己细皮嫩肉的 干不了这个苦柴时 她后悔了 想退伍 可一旦入伍 不是想走就能走的 曾经梦想中的军队 变成了牢笼 为了逃出部队 吉恩决定撒一个谎 她告诉长官 我是个同性恋 这是基于美国过去一项 不问不说的政策 该政策禁止同性恋者 在美国军队中服役 如今这条法律已经废止了 可这个谎言被长官识破了 最终 吉恩只能求助自己的一个成年朋友 在朋友的帮助之下 长官总算同意了 吉恩顺利脱离了军队 成了自由身的她 回到了原先的城市 可高中学历 根本找不到好工作 为了生存 她学起了母亲 在赌场 找了一份发牌员的工作 没想到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她发着发着 就像她母亲一样 染上了毒瘾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幕 她每天下班之后 就坐上牌桌 开始玩牌 微薄的工资很快就输光了 不死心的她 拿出全部积蓄 经4000美金 准备薄一薄 单车变摩托 结果不出意外的 分文不慎 输光之后 吉恩就开始想 姐姐那么成功 自己却落得这般田地 她试图轻生 被抢救过来之后 便破罐子破摔 染上了违禁品 自此之后 她什么都不管了 眼里只有钱 她开始从身边的朋友 和亲人身上偷钱 甚至从尽心照顾她 收留她的叔叔那里 偷了1万美金 后来用利用支票 和信用卡欺诈 搞到了4万美金 总的来说也不算少了 但经不住赌啊 再加上背负巨额债务 无力偿还 最后 动创失法了 收留她的叔叔 心寒至己 选择了报警 吉恩被判处 三年缓刑并赔偿所有钱财 可以说她的大好前程 被她自己给葬送了 无独有偶 姐姐桑尼的命运发展 竟然和妹妹如出一辙 桑尼在拉文大学上学期间 本来一切都好 她成绩优秀 还交了一个男友 可她看着身边 来自富裕家庭的同学 都是满身名牌 出入各种高端场所 虚荣心作祟 桑尼觉得 我长得也不比他们差 我理应也过上这样的生活 于是 她开始打工赚钱 买各种名贵的衣服包包等等 甚至还贷款 买了一辆宝马车 本来这也没什么 自己赚的钱嘛 想怎么花都成 可她倒好 钱不够花了 竟耍起了坏心思 倒刷朋友的信用卡 一味追求时尚美丽的代价就是 她的学业开始荒废 成绩直线下降 结果就是 讲学精美了 男友分手 几门功课都挂科 她不得不已退学收场 后来她又选择了一家 收费比较便宜的社区大学 可最终 依然没能完成选业 一手好牌 被打得稀烂了 上完学的桑尼 只能回到尔湾打工谋生 虽然这对姐妹 从高中毕业之后 关系恶化很少联系 每年顶多就是几通冰冷的电话 可当桑尼听闻 妹妹落得个无家可归的境地 作为姐姐的她 好歹有个正式工作和住所 就想着收留妹妹 于是 失败的两姐妹 再一次走到了一起 难得的相逢 让两人重温了小时候的温馨 可甜蜜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很快 两个人之间又是矛盾不断 根源还是 恶心的竞争和攀比 杰恩觉得 姐姐有的她都要 于是 穿姐姐的衣服 用姐姐的化妆品 开姐姐的车 刷姐姐的卡 这导致他们频繁地吵架 甚至动手 杰恩被桑尼赶出去十几次 警察也上门了很多趟 尽心调解 但两个人还是住在一起 1996年5月 桑尼和杰恩又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桑尼狠狠地揍了妹妹一顿 这次警员在调解之后 竟意外发现 桑尼还有官司在身 甚至背负了一份逮捕令 原来是她在大学期间 偷朋友的信用卡 倒刷了1300美金 后来被朋友给告了 其实这次桑尼被抓 是妹妹极根的功劳 争吵之后的她 向姐姐撒谎 说警局有她的逮捕令 桑尼就直接开车到警局询问 这才让警方发现 真有这么一张逮捕令 实属主动送人头了 桑尼因此事被拘留 她认为 自己坐牢就是妹妹给害的 所以打电话将妹妹臭骂一顿 并表示 等自己出去之后 第一件事 就是将你彻底赶出家门 吉恩也慌了 平时打打闹闹也就算了 这还真把姐姐搞进监狱 这下姐姐肯定不会放过她 此地不能呆了 得赶紧逃 没想到 身无分文的吉恩在逃走之前 灵光一闪 动起了歪脑心 我跟姐姐长得一样 我要取代她 拿走她的一切 于是吉恩拿走了桑尼的身份证 信用卡 钱包 开上桑尼的宝马车 顺利从银行卡提款 大肆消费 她本以为可以潇洒一段时间 没成想 警方很快就将她给抓了 原来是桑尼提前出狱了 她一回家 看到家里的东西都不见了 怒上心头 二话不说 就以欺诈罪 把吉恩给告了 吉恩也喜提 六个月渐进 这一下姐妹俩的状况 是完全扭转 吉恩被关进监狱桑尼 重获自由身 经历监狱风波之后 这对原先相依为命的姐妹 仇恨愈加大了 吉恩满脑子都是 竟然被亲姐姐送进监狱 是越想越气 钻进牛角尖的她 一心想着报仇 不惜越狱 也要报复姐姐 她的越狱过程 没有惊心动魄 因为她的服刑方式 本来就包括 每天五小时的监狱外工作 工作完成回去报道一下就可以了 吉恩在工作期间 很轻易地就逃到了圣地亚哥 住进一个小旅店 这是提供给一些无家可归 或者没钱的年轻人居住的 价格非常便宜 相对应的住客就比较复杂了 吉恩开着宝马车住进这里 很快就吸引了众人目光 其中一位就是17岁的阿琪·布兰恩特 阿琪是个问题少年 之前有细时违禁品的经历 他还有一位好朋友 也就是15岁的约翰 也住在这里 两个人都在附近上学 吉恩很快就搭上阿琪 经过几天的接触 他了解到 这个阿琪不简单 竟然能搞到枪 于是 一个疯狂的复仇计划诞生了 吉恩让阿琪和约翰 陪他去趟他之前的住所 也就是桑尼在尔湾的公寓 说是要拿回自己的些行李 两个小伙子起初有点犹豫 吉恩就果断出价 每人80美金 还说 那里有一帮流氓 经常骚扰他和他姐姐 找他们不过是为了保护自己 阿琪和约翰觉得 吉恩一个弱女子也不容易 还有钱赚 就同意陪其走一趟 行动之前 他强烈要求阿琪买一把枪 阿琪觉得 这也是为了保护自己 便找关系 买了一把德林格手枪 这是一把两发式袖针型手枪 由于其小巧便于隐藏 因此也是暗杀戾气 美国总统林肯 就是被这种枪所杀害的 三个人到达阿尔湾之后 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商店买胶带 手套绳子 垃圾袋 以及一个大土豆 吉恩说 买这些 是万一遇到流氓能用上 有备无患吗 至于土豆 他说可以当作简易的消音器 后来 他们还特意找个偏僻的地方 试射了几枪 其实到这一步 是个人都能看出来 事情并不像吉恩所说 只是拿回一些行李这么简单 可阿琪和约翰 偏偏就没有意识到 他们想的依旧是 帮助吉恩这个弱女子 顺带赚点钱 可接下来 吉恩的话已经毫不掩饰了 他说 希望将他姐姐桑尼 暴打一顿 如果可以的话 除掉他 阿琪和约翰一听都惊呆了 都以为这个女人肯定是疯了 已然心生退役 不过也不知道吉恩使了什么手段 阿琪和约翰最终还是帮了他 三个人来到公寓 吉恩本想直接找物业拿钥匙 偷偷潜入房子的 结果物业没给 于是就换了一个招式 他让阿琪和约翰去买几本女性杂志 冒充杂志退销员敲门 强行进入房子 第一次敲门 阿琪只发现了一名女子 对方表示不需要杂志 立马就关门了 不死心的吉恩 决定下午再试一次 到了下午三点多 阿琪和约翰带着枪和杂志 再次敲门 接着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好在 现在三人都已经被抓 接下来 就是审判 警方找到的线索有 一把上了堂 并射击过的小手枪 在吉恩坐的车里 有一枚弹头和弹壳 经测试 就是这把枪发出的 案发前 吉恩带着阿琪和约翰 去商店买了胶带 垃圾袋 绳子 女性杂志等作案工具 收据在吉恩身上被找到了 还有一名司机作证说 有一次吉恩搭他的车 前往陈县时 清楚地听见吉恩说 想要他姐姐桑尼死 想要除掉他姐姐 另一名叫阿琪沙摩尔的证人表示 吉恩曾经说过 如果他不除掉他姐姐 他姐姐就会除掉他 然后再除掉其他人 实际上 吉恩在找阿琪和约翰之前 就已经找过其他人 帮他对付桑尼 可都被拒绝了 他也不止一次 说过类似的狠话了 可能是阿琪和约翰设事未深 稀里糊涂地 就听从了吉恩的摆布 最终拿着枪冲进房子 将桑尼和海伦给绑了 若不设桑尼及时报警 后果将不堪设下 因此检方 以串谋谋杀罪 入室盗窃罪 非法持有枪支罪等罪名 对吉恩阿琪和约翰进行了起诉 而当桑尼得知 要害她的是她的妹妹吉恩时 是完全不敢相信啊 在她的意识里 妹妹还在坐牢呢 怎么可能对她下手 而且 她们毕竟是双胞胎 虽然矛盾颇多 关系紧张 但也没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啊 桑尼第一天坐诊时 明确表述了自己的遭遇 说阿琪用枪指着她的头 将她绑了起来 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可第二天 桑尼跟前一天精彻的妆容 和冷静的表述相比 简直像是换了一个人 一身睡衣 棚头垢面 没有化妆 甚至走路都要人搀扶 说话也不利索 桑尼告诉法官 说自己前一天 买了三瓶安眠药 吃了很多 所以现在是昏昏沉沉的 法官一看这情况 作证肯定是不行了 就安排她到医院治疗 有人就猜测 桑尼应到这一处 是故意为之 目的就是不想指证 自己的妹妹 辩方律师就顺势提出了一个问题 前一天桑尼的口供 是否也受到安眠药的影响 如果是 第一天的证词便是无效的 不过法院并没有同意 查阅桑尼的医疗记录 相当于承认了桑尼第一天的证词 在医院休息几天之后 桑尼完全恢复 重新站上证人洗 她表示 之前吃安眠药并不是不想作证 而是和男友分手和妈妈吵架 睡不好才吃的 她这次作证表达了很坚定的态度 那就是 吉恩是她的一切 她也是吉恩的一切 两个人离开韩国 在异国他乡相依为命 虽然彼此之间矛盾不断 但吉恩不可能会杀她 她要为妹妹做无罪辩护 辩方律师就表示 阿琪和约翰进入房子 不仅用枪指着桑尼 也指了海伦 两个人都绑了起来 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 所以说 川谋杀害桑尼的说法不成立 他们只是想进屋 抢点钱财而已 顶多算是个入室抢劫 而且 三个人在进屋前 根本就没有达成共同协议 所以也不存在串谋这回事 律师之所以会这么说 那是因为串谋谋杀的罪行 是非常严重的 罪名一旦成立 在加州最终可以判处 众生渐禁 该案审判的同时 在当地以及韩国 都引发了巨大的轰动 当地韩裔美国人社区站出来 征集了一万七千个签名 来支持吉恩 说他不可能谋害姐姐 希望法官能宽大处理 虽然支持吉恩的人不少 但是结合一系列间接证据 法官认为 吉恩不管是对于社会 还是对于家庭 都具有危险性 还多次对家人做出犯罪行为 而且他善于操纵 让两个涉事未深的年轻人 为自己干非法之事 所以法院最终的裁定是 吉恩串谋谋杀罪 两项入室盗窃罪 两项非法监禁罪 以及一项非法持有枪支罪 几项罪名全部成立 判处其26年监禁 约翰被判处8年04个月监禁 至于阿琪 他曾用枪指着桑尼和海伦 并威胁他们会开枪 所以罪名比较重 被判了16年监禁 值得一提的是 此案过后 桑尼成了名人 他频繁接受采访 还以1万美金的价格 出售了自己的故事 法庭上当律师表示 你就是想利用这起案件的影响力 赚取更多钱 桑尼就回怼 有人愿意给钱 我为何不要呢 他甚至聘请一个经纪人 准备以自己和妹妹的故事为蓝本 拍一部电影 可最终因为舆论影响 电影并没有拍成 桑尼在红了一段时间之后 选择了隐姓埋名 低调生活 至于吉恩 他在监狱服刑了20年之后 终于获得了贾氏资格 在2017年10月31日的贾氏听证会场 贾氏委员会认为 吉恩在加州女子监狱服刑期间 表现良好 一直认真学习 获得了大学文凭 且一直在自责和反省 他在狱中说过 我对自己所做的事情 感到非常非常非常的内疚和羞愧 对姐姐带去的创伤 我十分抱歉 加上桑尼也亲自给贾氏委员会写信 表示吉恩已经服刑了足够长的时间 已经改过自新了 支持将其释放 所以委员会同意了吉恩的贾氏申请 不过在接下来120天的审查期内 加州州长有权对此决定进行否决 很快 贾氏成功的消息 传到了陈县地方检察官耳中 检察官尼基·勤伯斯立马写信 表示不能释放吉恩 他觉得吉恩依旧对社会具有危害性 在复刑期间 他通过书信 结交了很多国内外的笔友 这些人都是完全信任他 并答应给他提供金钱工作和住房 有一位英国笔友 只和他通信了一年 就心甘情愿地转给他十万美金 检察官尼基·合理认为 吉恩有着极强的操控能力 可1996年招募阿奇和约翰如出一辙 因此不能提前释放他 可尽管如此 州长并没有拒绝假释 吉恩顺利获得了释放 出狱之后的吉恩 同他姐姐一样选择了低调生活 不过据说 后来他母亲跟他走得比较近 反而和桑尼较回疏远 这其中是否发生过什么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好了 那以上就今天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看我的影片 可以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任何影片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